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你他妈五万块钱后里还在仓库里带他们130的罗汉鞋十二段宝石 还带着一个神兽超级小白龙 这是梦幻史上最大的简陋 仓库不仅有大量高端装备 更有超级神兽和多只全红宝宝 夸张程度让老王直呼难以置信 废话少说我们从头看起 就是这个刚买了175级花生九层无底洞 全号基本为空 只带了两只高连宝宝 最终给出三万的估价 但打开系统发来的购买消息 无外的高价当场清单老王 因为这种价格远超此号价值 急忙打开仓库找惊喜 看能不能帮忙回血 所以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仅其间仓库却每一间都有惊喜 第一和第二间仓库有点杂货 第三仓库才是真正的开始 不仅有高段新会式的零食 更有十二段的高伤锤子 和特技加套装的铠甲 第四仓库也有多件装备 第五仓库三件装备 却各个有花招 涵盖精青罗汉两大特技 下面第六仓库才是真正的狗托开始 不乏多件高段宝石的装备和零食 更牛的是 居然有一整套能打PK的装备 高级别的愤怒和罗汉当场看蒙众人 时间所证明并非别的号丢过来 却为元号所带 老王直呼这个曲号打破简陋记录 甚至不知道赚了多少 你说五万块钱买 五万六千块钱买一个华生账号 到底带这些装备 兄弟们你们说赚了还是赔了 这都没法说了 这都不知道赚多少了 刚看到这个双国汉装备的时候 眼鸟湿热了 这还不算完 召唤售仓库更为惊人 第一件仓库就有三只宝宝 第二件仓库更加恐怖 整整九只180级的成品宝宝 随便一只都能轻松比武打方战 老王此刻已经哑口无言 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刚买的号 只能说不相信没有内幕 六点是每个号都进阶完了 带保护装备 这叫内幕 好 张高雅 好了